这个数据不就已经展示出来了吗 对吧 最起码咱们三张图的效果有了 那下一个问题是这个 就是这个标题 标题的字数数比较多 标题的字数比较多 它超过了这一行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它超过了这一行 它实际上是长这个样子 它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咱们这个布局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它的这个文字去哪了呢 它的文字被遮罩住了 对吧 被挡住了 就是这样 就文字过长的话 这颜色还不行 搞个黑色吧 它文字过长的话 它就等于是文字 本来应该到这 对吧 然后它 它这样子出来了 是不是 咱们的屏幕就这么大 对不对 然后这字太多了 它就出去了 出去了你就看不见了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咱们需要让这个字强制换个行 是不是 让它过来 就这个意思 强制换行怎么换呢 要用两个css属性 一个叫white 一个叫white space normal改成这个normal 一个是word break break all 然后一个是word wap 然后break word 用这三个属性 用这三个属性 将文字 换行 对不对 这样这个字就下来了 是吧 它就不会突出出去 它不突出去呢 这个时候呢 又有一个小问题 就这个字啊 太紧测了 在一块 对不对 字太紧测了 在一起看上去不太好看 我们可以设置这个行高 用行高的方式 让这个字啊 有一定的这个间距 这就好比这个word 里面的行高 就是line high 行高 比方说搞个30px 看看效果 好就能看到对不对 这就有间距了 对吧 这个时候你看起来 就舒服一点 是不是啊 就舒服一点啊 但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后台开 后台开发人员 关系不大 对吧 知道这么回事 基本上都是由前台 帮我们完成啊 那么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就举举例子啊 好 那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数据就有了 对吧 好 这三张图的效果就有了 现在呢 是它拖不动 对不对 拖不动 我想看下面长什么样 看不到 是吧 那咱们就要继续 下一个环节了啊 那就看它这个铺吐refresh啊 怎么能让它 铺吐起来的 对不对 好 这里有一个Dollar 这是个初始化的函数啊 它有个阻尼系数 它这个阻尼系数的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 就是因为它是 Rick的开发嘛 它其实正常是在原生里面 那原生开发 会有上下滑动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iOS和这个 安卓的这个滑动呢 这个效果 如果你想做到平滑滑动的话呢 它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不一样的话呢 对于这个GS来调用的话呢 可能需要一个参数 来保证 ROS和安卓在滑动 上下滑动时候的这个感觉呢 差不多 所以它会加入一个阻尼系数 这么一个概念啊 好 那么我们先试试看 先试试看 这个函数是阻尼系数 我看有没有用啊 复制一下 拿到news里面来 那么它这个阻尼系数 先放到最外面啊 先放到最外面 粘贴一下 这个是MUISCALWAPER 我们看我们这个 MUISCALWAPER 这个SCALWAPER在什么地方呢 SCALWAPER是在 这里 DIV CLASS MUISCALWAPER MUISCAL MUITABLEVIEW LI 哦 那就是说 咱这个DIV啊 有一个MUISCALWAPER 刚才咱们创建的时候有没有这东西啊 忘记了 嗯 这是请求文章列表 这是便利 然后这是图片 对吧 那我们弄的是 这个 这个item0mobile MUITABLEVIEW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 item0mobile M MUITABLEVIEW 哦 MUISCAL MUISCALWAPER 哎 我们是不是没有创建这个东西啊 我们初始化 文章布局的时候 只有这个DIV MUISCALWAPER slideritem 只有这个DIV MUISCALWAPER item 只有这个 只创建了这个 里面的这个MUISCALWAPER 没有键好像 是不是啊 应该还要有一个MUISCALWAPER 对吧 然后这是UL是放在这个DIV里的 是放在上面这个DIV 这个DIV是slideitem 它是放在slide 是放在这个UL是放在这的 哦 也就是说 咱们少两个DIV 是不是这意思啊 少了两个DIV啊 这叫 这叫WAPERDIV 这叫ScoreDIV 或者叫ScoreWAPERDIV ScoreDIV 对吧 那再回来 再再再再把它补上 得啊 得把这个补上 那这里就要有一个 VR一个 Score ScoreWAPER ScoreWAPER 是不是怎么拼的 这个是WRAPPER ScoreWAPERDIV 等于 Document.create Element DIV 然后这个ScoreWAPERDIV 点 ClassName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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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这个MUISCALWAPER 是吧 到这 粘贴一下 这个ScoreWAPERDIV呢 是 属于 item 这个DIV的 那item 这个DIV呢 就是上面这个DIV 也就是这个DIV 要 Append Score WAPERDIV 他把这个带进去 把这个装载进去 是吧 然后ScoreWAPERDIV里面呢 有一个 ScoreDIV 等于Document.create Element 这个DIV 然后是 D5.className 等于 等于 MUISCALWAPERDIV 再过来 粘贴一下 然后ScoreD5里面 Append的是 UIL MUISCALWAPERDIV 这样应该可以了 好 再试一下啊 嗯 再试试看 这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刚才换了个WiFi啊 来试试看 呃 好 最起码现在的情况是 这个 数据反正是能出来的 对不对啊 数据是可以出来的 那 呃 数据出来的话呢 这个数据的格式 对不对呢 这数据的格式 对不对呢 这数据的格式 对不对 咱们要试一下 呃 咱们在这个news html 我们知道数据是放在 第五 article里面的 数据是放在第五 article里面的 我们来打印一下这个东西 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我们到news里面 当这个数据装载完成之后 请求这个append child 这是utl get request each 好到这里装载完成 对不对 那就console了 console了 点logo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document document.getelement byid 这个id 点in html 我去看看啊 这里面长什么样子 这打印出来了是吧 好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一下 把前面这些 home home 前面这些多余的删掉 哎 删掉 是吧 然后复制一下代码 打开这个在线工具 html 格式化 今天很不给力啊 我觉得 这也卡住了 哎呀 我的天啊 再换一个试一下 这个看行不行啊 格式化 哦 这可以 这很不给力啊 复制出来 重新粘贴一下 然后 是 语言 html 嗯 你看啊 是不是啊 第五 这个item0 哎 这没问题 对吧 ul li 第五class a 应该是什么啊 item0mobile 还 还少个第五呢 hello hello 第五 mui scal wap mui scal wap 哎 这里就有问题了 mui scal wap 好 它只是从第二个页面才开始有这东西的 对不对 第二个页面才开始有这东西的 嗯 那是因为咱们第一个呃没没有处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咱们第一页实际上没有处理 那么回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代码啊 再看一下是好像有问题 好像有问题 频道 嗯 这是第一个是往下追加的在 然后到文章布局 那文章布局呢 先创建的第五这个 然后 这个是 in the html 哎 这就不对了 不应该是第五的in the html是hello 对吧 你看什么呢 这是最外层的item 这是最外层的item 然后这个第五呢 要追加的是scalwap div 然后scalwap div 要追加的是scalwap div 要追加的是scalwap 然后scalwap 追加ul 对吧 哎保存一下 你看所以所以这个怎么办 这个就就得用console了 就要过来调试 对不对 不然你搞不清楚对还是错 是吧 然后再把它粘贴出来 把这个多余的删掉 然后再过来格式化一下 再来看看效果 嗯 是的吧 item mus calwap mus cal 然后ul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结构 是吧 我们再看它这个例子 item mus calwap mus cal ul 哎 这样的话我们的结构就正确了 然后 但是呢 在 第一个里 第一条里面 第一条里面是手动的 静态的 纯手工打进去的 对不对 纯手工打进去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咱们就得把 这段代码 复制一下 粘贴进去 因为第一 第一个页签 是手动的 是手动的 那么要这样 保存一下 哎 这样再试试看 对不对 再回来把它 弄一下 再格式化看一下效果啊 看对不对 复制一下 格式化一下 把它切回来 啊 scalwap scalmuitable l 哎 这样就正确了 是吧 这样就正确了啊 这个这个 这个html结构就正确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嗯 好 然后就是想要让它 滚动起来 对不对 想让它滚动起来 我们看我们看怎么能让它滚动起来 这个轻调 回到news.js 图片 图片 这个不需要了 这个不需要了 嗯 怎么让它滚动起来呢 就是试一下这个刚才这个阻尼系数这个问题啊 这里呢 要用mui 啊 点scal 好 然后 看一下 加了阻尼系数 哎 果然 增加了 其实它是scal就滚动 对吧 是滚动这个插件啊 它这个滚动插件就可以用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就能滚动了 我们就能看到 就滚动起来了 是不是啊 滚动起来了啊 好 然后就是 为什么这里是mui 而不是刚才的dola呢 而不是刚才的dola呢 你看这个代码 嗯 它是用dola 是吧 类选择器点scal 对吧 这看上去像jquery是不是这意思啊 但它不是jquery 为什么 因为这里好像没有依赖jquery 它是这个意思 它funk是dola 意思是什么呀 意思是起了个别名 别名叫dola 别名叫dola 给谁起的别名呢 给mui起了个别名 明白这意思吧 本来正常是mui点 然后它想改成dola点 那怎么办呢 起个别名 这js起别名 这个意思 好 那么再回到这个news点减 所以这里调用 我们没有用那个别名 所以我们只能用mui点 dola是无效的 因为我这里面好像没有 没有jquery的 这里面是没有jquery的 好 这个时候阻尼系数就有用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触实化 页面的时候 我需要触实化一个阻尼系数 那么就回到这来 对吧 这是触实化频道 那这里是触实化阻尼系数 那我们就加一个funk是 它叫这个 然后把这一段代码 展示一下 触实化阻尼系数 好 触实化阻尼系数 触实化频道 频道里面 频道里面触实化文章 这么一个套路下来的 OK了 再回来看一下 好可以滚动了 是吧 滚起来了 滚起来之后呢 现在三张图片都OK了 那现在要处理的是 两张图片的对不对 要处理两张 不不不 要处理一张图片的啊 处理一张图片的 那一张图片的长什么样子呢 一张图片的长什么样子呢 咱们又得在这里测试了啊 一张图片的 看一下啊 Mlist图文 这个就是一张图片的 对吧 A里面啊 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 这个就不需要了 这里是Ul Li 搞错了 应该复制一段Li出来 对吧 粘贴一下 这是一张图片的 我看一下 边看边改式图 能不能看到 效果 看不到效果 算了 保存一下 好 对吧 这是一张图片的 那么一张图片的话 就是 我们就让图片在右边显示 对不对 在右边显示 就基本上看什么 精力图片那些好像都是这样 你也可以放左边啊 这随便你 我是准备把它放右边啊 放右边 那放右边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来源 对吧 比方文章来源 文章来源 再拿回来看一下 对吧 文章来源 啊 这个是标题 这图片 嗯 图片的话就image image是write 没问题 object的删掉 不用它 对吧 然后这个图片用哪个呢 就是用一张图片的 那个效果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请求的 有没有一张图片的 这个 这是一张图片的 这个地址复制一下 回到代码里 粘贴一下 再来看一下 啊 因为图片大 对不对 图片太大了啊 那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行 对不对 那我这边就用百分比来试一下 我看占一个百分之多少 比较合适 style 宽 比方说20% 看一下效果 对吧 占一个20% 宽20% 我来看一下 嗯 好 宽20% 那宽30%是什么样的 宽30% 宽是30% 宽是30% 对不对 OK 然后 然后就是 这之间的这个 间距啊 这之间的这个间距啊 比较高 对吧 看着可能有点不舒服 看着可能有点不舒服 那这里的是 呃 MUiMedia Media Media Body Body 只是用来放标题的 这是Body Body 是用来放标题的 Body 距底部 5PX Body距底部 5PX 那么 再回到这里 这是他和他的 底部的5PX 怎么样能把它摆的稍微 舒服一点呢 我来试一下这个 高度 我看一下50PX会怎么样 不怎么样 80呢 嗯 好 那先先来处理一下 这个文章来源的问题啊 im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